来了就是深圳人 在深圳买房的80后 过得怎么样了 刘二磊 河南人 2011年来到深圳 自媒体公司主编 我印象很深刻 2011年刚来深圳的时候 那时候住在景田 然后景田那边的那个村子里面 吃一顿饭早餐才花三块钱 中午吃一顿午饭才花十块钱 刚来深圳时 并没有将深圳作为自己长期待下去的城市 工作一段时间后 改变了他的想法 你努力奋斗了 你的薪水啊 你的职务啊 都会上升 所以你会得到一种成就感 或许是职业的敏锐 又或许是年龄的增长 恋爱结婚生子的需要 两年后他选择在深圳买了房 八卦岭老小区一个27坪的小房子 也抓住了15年深圳房价上涨的机会 早上睁开眼睛 你就想到 我这个月要还三四千块钱的房贷 压力特别大 但买房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尤其在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 大部分人需要考虑够不够住 孩子能不能上一个好学校 会面临换房压力 我换房的焦虑也源于此 就是我是想给我孩子上一个还不错的学校 就算能付得起首付 那月供的压力也很大 一个月两万多到三万的月供 确实压力会特别大 你要说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 有人说来了就是深圳人 七年过去了 即便在深圳买了房 但他依然不觉得自己是深圳人 我觉得至少要在深圳有一套房子吧 工作很稳定 家人在这边生活的觉得很舒适 比如说你的孩子在这边上学没有问题 至少说我在深圳待了 我能保证将来我的后代 至少起步是在深圳 而不是说我待了一段时间之后 然后带着孩子又回去了 那这样没有什么意义啊 将来孩子到一线城市发展的话 还是一样要走一遍这样的过程 这段采访是两年前做的 他去年已经在龙华 买了自己在深圳的第二套房 80平算是在深圳安家 有人说深圳是一个无法准确定义的城市 这里承载了许多人的梦想 却同样是许多个体苦难的合集 得到的结果虽不尽如人意 但至少我们现在在路上